大家好,今天來分享一個有趣的東西 賀鼎紅 對敵下毒後生命強制降為異點 先來說說獲取方式 前往九零部落跟苗木林異物或是殺了他都可以獲得 如果你還沒有學下毒 可以跟他把好感度提升到知己然後學藝 之後我們點異物 會跟他身上共有六張金色配方 他配方很廉價 送他一顆元寶就可以換全部 來看一下配方有什麼功用 軟精傘內功直接失效 散工單攻擊時傷害減少80% 化骨傘防禦力下降80% 銷魂焰命中傘壁集氣速度減50% 吹魂傘進入戰鬥附帶100點中毒生命減50% 最強的是這個賀鼎紅生命強制降為異點 苗木裡有這麼多毒藥居然發展得這麼差 製作方式非常簡單只要五顆紅信石 前往家園的後山 只要找甲級礦 就有機率可以挖到這個紅信石 建議挖礦前先存個檔 後山滿五等會有三塊甲級礦 所以挖到五顆其實還算不難 準備好就可以來製作成品囉 接下來玩玩看這要好玩的地方 這邊請一定要搭配隱形斗篷會更好玩 打坐到午夜時刻 我們直接在大家面前對苗木裡下毒 這個可以選擇 你要記得下面要選下毒的圖喔 這時點開面板會發現它的血量只剩一滴 然後一樣按潛行我們來用突襲 因為一滴血所以它會直接被突襲死 而且旁邊的人都不會發現 重點還能拿到它的寶物 這次點開關西 會發現門派好感度都沒有變 但苗木裡卻死了 那來找一下齊王 先為他吃賀鼎紅 再突襲把他幹掉 其他手下也不為所動 不過要注意的是 原本你跟福晉郡主結緣後 一隻花會來刺殺 可是因為齊王掛了 一隻花也不會殺你 就算強制帶他來越老苗也沒辦法結緣 甚至最後把齊王家丁全部幹掉 好感度變為-100 出城也不會再被一隻花暗殺 所以一隻花沒結緣的話不要殺齊王 這次來找康王玩 一樣先為他吃賀鼎紅 再來突襲他 至少就想殺他了 目前康王一掛 想說來救皇帝可不可以避免他死 結果皇帝還是被暗殺了 欸奇怪這樣不合邏輯啊 然後我想說繼續遊玩主線會不會影響 結果康王登基啊 正在我想說大半夜是見鬼喔 結果我受召見了 傻眼什麼鬼啊 只好來一探究竟 幹 超可怕的 靠腰原來都是替身 這也太扯了吧 欸我覺得這一段 真的很像八點檔 以上為最強毒藥賀鼎紅獲取 至康王超扯設定 全攻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瘋 我們下次見